深夜十点多铁灰色轿车开过路口 没想到与一部黑色轿车相撞 铁灰色轿车当场往左一翻 整台车四轮朝天 还波及到旁边一部机车 与一部电动自行车 我们转车慢慢转 可以看应该四五十六吧 事发在台中西屯四川路 与四川二街口 翻覆的轿车满是擦痕 一地碎玻璃 60岁男驾驶手掌受伤 而黑色轿车车内两人则平安无事 警方判定两车驾驶都有疏失 黑色轿车没礼让 铁黑色轿车则没有减速 该处五号之入口 少线道会让多线道车 苗栗居然有槽车也是翻了 我转过来一点 满载炉渣的槽车翻落水田 还把泥浆全喷溅到马路上 路面整整50公尺都是泥巴 一度影响交通 消防队第一时间到场 赶快先以水箱车强力水柱 帮忙清洗路面 不明原因使出道路 驾驶九侧只为零 现场无人受伤 苗栗国道也有意外 晚间八点多 一部大户车冲破忽栏 车身倾斜卡在边坡 黑影 不知道是狗还是猫就冲过去 下驾到 43岁驾驶从云林斗六出发 要到竹南送货 自称看到一团黑影 下到失控 索性只有脚步疼痛 没有大碍 实在命大 记者中正显寒 这新皇上富王山 苗栗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锁定中视频道